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称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9点左右 日本警方以涉嫌杀人的罪名 将枪击安倍的嫌疑人山上彻野 移交奈良县地方检察院 另据独漫新闻10号报道 安倍遭枪击事发前一天 也就是7月7号 安倍在岗山演讲的时候 嫌疑人山上彻野就在现场 但鉴于会场戒备严格未能得手 他向警方公认 他一直在关注着安倍的行程 试图寻找合适的机会 但是除了奈良 其他地方都难以携带武器靠近